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着去过安检和移民局 早上的人流并不算少 诶 偶遇宝可梦收卖机 继续朝登机口走 今日登机口145 今日直飞机型 波音787-8 注册号JA835J 是一家机灵10.5年的梦想客机 这是我第一次达成787-8 不同于波音787-9 788的驿站是长远太多机身长度的 日本航空依照常旅客等机和旅客的座位 采用分组登机 我是东方 今日只开放L2门 穿过大同步商务舱 来到20G 金字堂中间第二排靠过道 来看一下座位吧 小桌板 水杯支架 个人娱乐系统的遥控器在侧边扶手上 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座椅前方的娱乐系统 加入军采用了防偷灰屏 来保护旅客的个人隐私 前方置物栏里有清洁带 安全须知卡 机上杂志 购物手册和WiFi指南 安全带信号灯亮起 飞机推出 同时播放安全须知 但我真的觉得加入的安全须知是有一点点抽象的 此时飞机正在滑翔跑道 这几杯 平飞之后先发放餐食 自今年9月开始 日航与资深航合作 在部分中日航线上推出特定餐食 每两个月更换一次菜单 今天的一号餐 前菜烟熏三文鱼沙拉 主菜炖牛肉配黄咖喱饭 以及美味的芝士蛋糕收尾 再有一个汉根达斯冰淇淋 我还要了一杯绿茶和加鲁原创Sky Time特意 餐具也是金属的 这套餐食的质量很高 非常赞 这个冰激凌也是加鲁特共版 饭后去卫生间看一下吧 呈现出的空间感不错 当时就采用感应式的冲水按钮设计很先进 效度背比齐全 卫生状况不错 十年机灵的Dreamliner 确实留下了一些痕迹 关于这次飞行 我是用卡航账户里的Avios积分兑换的这次机票 今天我不仅仅是一位普通的旅客 更是来飞我女朋友再加入航空Last Fly 在JL的日子里 辛苦了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飞行 飞机降落在浦东机场的一号航站楼 但是落地之后的滑行时间 也真的是蛮久的 愉快的旅程在这里结束了 后会有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